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这次回到北京说相声啊 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疯狂成恐 尤其见着下边几位 还是我们那老街坊啊 老街坊 看着您啊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住的那 骆驼弯胡同里 骆驼弯那 可不是吗 是吧 过去有个北京的小曲啊 叫什么啊 你怎么没唱这个骆驼弯胡同呢 哪一段啊 名的叫喜欢你啊 怎么唱呢 你唱这样的啊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 小仙更迷人 愿在我幸福你 拿我爱面容 玩手说梦话 像昨天 你赶紧 你赶紧 谢谢大伙 您这不是骆驼弯 我这哪儿 同骆弯呢这是 我就说我想起小时候那曲儿来了 小时候倒爱听乐语歌曲 就这段还是我那同桌星星给我录的磁带 小时候都听啊 除了这开心高兴之外 怎么样呢 令我感到真是特别的激动 我感动 那什么事感动您了呢 就刚才啊有个小朋友跑过来主动跟我打招呼 小观众认出您来了 见着我高兴啊 怎么说的 哎呀金言 我看过你的童话相声啊 你能够多写一点吗 我说我一定能够多写啊 你要答应我 我肯定答应你 那拉钩啊 我是上吊 你等会儿去等 怎么 你们俩谁是小朋友啊 怎么了 这小朋友太高了 这也 小朋友他爸爸不是抱着他的吗 他爸爸也得两米多高 你知道吗 我就说这意思啊 是 我答应他给他创作这个儿童的童话相声 这是您的职责 答应完了呀 各位 我这个后悔啊 怎么还后悔了 您不知道 给孩子们写相声 这是最难的事 儿童文学不好创作 这个关键是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东西 跟现在小孩玩的东西 真是完全的不一样 是吗 拿我来说吧 介绍介绍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兴趣啊 什么呀 就是手指缝里头 加一钢棒 然后划人家车门 啊 不 行行行 别划了 这叫玩啊 这叫缺德吗 不是 现在孩子跟我们那时候就不一样 现在好嘞 现在孩子都是加三个钢棒 像金刚狼一样划车门 这别划了 这行了 缺德翻了三番了 怎么啦 也就你们家孩子这样 确实给孩子创作这相声太难了 那也得创作呀 您可以找一些经典的童话预言故事 还预言故事 比如说有一段预言故事叫三八斧子 我觉得就不错 他说的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年轻人 他的斧子掉到河里了 河神出来帮助他 年轻人最后用他的诚实感动了河神 这个故事就很适合给小朋友们演 咱们这就演一演 这演 你就演这诚实善良的年轻人 我演这个善良诚实的年轻人 你演斧子 对了 不是有人演斧子的吗 就为让我掉河里是吗 那您演什么呢 我演河神呢 河里的神仙 那当然了 那你先回河里去吧 不是 这哪有河 这不是有桌子吗 你一矮声一吨声不就回河里 我这桌面当水面了 对不对啊 那可以可以 立体艺术啊 来来来来 那跟这儿啊 那回去 我边上哭啊 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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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吓死我了 都看着是他给我吓的啊 不是 你带我看病去 这事把闭了 你得负全部责任 下下下下 你这是诚实善良吗 你怎么还在讹人呢 这看 不是 本来就是吧 你这哇哇哇 什么 这太吓人了 我这不神仙吗 出来有个气势吗 那不行啊 那戏剧的效果 你不是给小朋友看吗 你这太吓人了 河里的您是神仙啊 那怎么样啊 神仙是得有水的感觉 河里边 您左边右边 上边下边 多来点表演一下 这波浪的感觉呀 那我试试啊 您这呼哈不行啊 那你得冲我速 河里出了个鲁之身 我真的都下来 没听说 冲我速苦 速苦我知道 别碰瓷 年轻人呐 你怎么哭了 我跟您速度哭 我委屈啊 你说 我这前两天坐高铁呀 我在高铁上站人家座啊 我还骂他们来的 他们拿手机给我拍的 发网上 我觉得委屈 你不让我这委屈诉苦 你这是诚实善良吗 你这教育的好小朋友吗 这是废话 再说了我是河神哪 我管得了高铁上的事吗 对不对呀 那我这诉苦跟你是委屈的 怎么着呀 你委屈你得往我河里掉东西呀 你别着急 我把这掉东西吃忘了 掉东西呀 得了我知道 您回去 年轻人呐 你怎么哭了 跟您说 我还掉东西了 对 十万块钱呐 全掉在河里的了 刚取的也是十万块钱的 芯片了 哥们 全掉你河里了 你给我找 我这兜里笼共就五百块钱 那也行啊 什么就也行 这不还是讹人吗 这不是你说的 你得往我这河里头掉东西 不是你说的吗 你掉斧子啊 对对对 掉的是斧子 斧子 斧子 知道您放心吧 斧子斧子了 对 掉的是斧子 哎呀 这怎么了这是 盈盈盈 哎 哎 哎 年轻人呐 你怎么哭了 我跟你说呀 都看见了刚才 是 我六把金斧子呀 全掉你这河里了 不 六把呀 你过来 哎 这这 先先先别哭 这甭六把金斧子 你趁一把金斧子 你都不至于坐高铁请人坐 知道吗 这不你说的 你掉的是斧子 不是你说的 但也没有六把呀 多少把呀 就一把呀 就一把 一把呀 就得了就一把 还有树 你知道吗 哎呀 我接着裤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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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我跟你说啊 这神仙呢 也分那腰好和腰不好的 知道吗 也有这腰尖盘突出的现象存在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哭什么 我哭的 我就一把斧子掉这河里了 哎对了 我这有金斧子 银斧子 铜斧子 哪一把斧子是你的呀 我也不挑 哎对了 分你给我拿回来 你不挑 你不傻这是 这不是您给我的吗 这不是 那你也不能要我这些呀 那怎么着 你要你自己那把斧子啊 不得要我自己那把 是啊 得嘞 您受累吧您呢 我接着哭 哎哎哎哎 您听着呢 你怎么哭了 我哭了 我这一把斧子掉河里了 哎我这有金斧子 银斧子 铜斧子 哪一把斧子是你的呀 你想好说啊 这这这些 这都不是我的 哎对了 我还是得要我自己那把 钻石的斧子 哎 哎 哎 您说那 是哪啊 斧石的斧子 您哪还是把这三把拿走吧 你看那怎么这样呢 加一块没你那值钱 您不是说得要我自己那把吗 你自己那把也不是钻石的呀 那什么的呀 铁的呀 对了铁斧子 铁我那把是四氧化三铁的斧子 磁铁呀 啊 有那磁铁做斧子的吗 那这三氧化二铁的 铁锈也不行 别对付 那什么什么 铁就是生铁 那生铁的 那一分钱都不值的东西 它不值钱就对了 就非要这不值钱的 就是不值钱的铁斧子 那这铁就这铁的了啊 别改词了啊铁的 不是你过一把 我都哭累了这玩意 慢点慢点啊 我不是真想哭 年轻人我告诉你 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不是你怎么哭了 我怎么哭 我就是一把斧子 跳在河里头 我这有金斧子 银斧子 铜斧子 哪一把斧子是你的呀 这都不是我的 我就是一把铁斧子 对了 你呢 我也是一把铁斧子 你呢 我是一把铁斧子 你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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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铁斧子 你把铁斧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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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看得出来了吗 我们单位的斧子 都掉在你这河里了 不是 你们都斧头帮上班 是怎么着 不是 我们河边许愿们 往里扔斧子嘛 我受得了吗 我跟河底下 你们扔斧子 往里许愿玩上 那怎么着这事 他们我都不管啊 我就管你一人 哦 他们您不管 就管我啊 您这还选择性 这就是法 别废话 赶紧的 得了这事 你们都甭管了 这我盯着 接着哭啊我 活不了喽 慢点 年轻人哪 为什么哭啊 你为什么哭啊 就是一把普通 不值钱的铁斧子 年轻人你太诚实了 三把斧子 我都送给你了 哦怎么着 我掉了一把 您给我三把呀 您早说的 顿顿顿 干嘛 给我九把 你没什么事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来 我愿意